根据风传媒的报道 说国民党不具名的人士宣称 美国不希望台湾的选票出现郭台铭的名字 再加上赖佩霞他有美国籍 还有他弃演了舞台剧 疑似无照心理资商这样的争议缠身 所以对郭台铭的选情的加分是有限的 黄世秋今天受访时很生气 他说这种是不具名的人士的放话 这个是政治操作 只有单方面的说法 没有平衡跟查证 他说国民党现在成为在野整合的破坏者 另外这个报道说朱立伦未来 他要以三个阶段跟柯文哲谈判 首先就是侯柯佩为目标 因为蓝音掌握谈判的优势 说最快就是9月底就是蓝白河了 正式端上台面 这三个阶段是比照2007年 国清河的合作模式 签署书面协议为目标 朱立伦觉得说 现在蓝白河时机成熟了 高宏安冲击到柯文哲的选情 侯友宜的民调他会攀升的 因为访美之后再攀升 谈判不排除就是侯柯佩来降低白银反对的力道 不过郭台铭本人则表示 只有尝试的人只要判断就能了解这篇报道是假新闻 才刚下车支持者就义勇而上 无党级总统参选郭台铭20号特地前往台北联署总站 跟大家说声辛苦了 现场的热情让郭董有好心情 而近来有媒体报道 一名国民党部剧名人士透露 美方不想要看到他出现在总统选票上 让郭台铭本人嗤之以鼻 想到这场民主选举就是人民做主 没有殖民却明显暗示国民党 与其小动作不断不如好好反省 甚至还传出蓝白两党主席 私下动作不断想要边缘化郭台铭 国民党这种本位主义的操作 不断的放话攻击郭振英跟柯振英 到底对整合有什么帮助 他根本就是一个整合的破坏者 从来没有看过国民党 对监督民进党发挥同样的力道 非律合作有新的进度吗 我想今天很多事情 我们都在进行中太早曝光 也许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我们要晓得真正的民意 能够显现出来的话 我们一定会尊重的民意去走 与其理会这些流言蜚语 郭台铭宁愿把心力花在倾听民意拼联署 蓝白阵营想搞花招 还不如基层请跑 借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